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子的中心位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黑漆房桌 八个纹饰打扮的人物还桌而坐 左侧以人独座一边的白衣纹饰 应该是这场宴会的主人 他抬起右手 似乎对在座诸位说 请吃好喝好 又似乎对他正对面穿绿袍的男乐工说 请开始演奏 这名男乐工 拱着腰 手指拍板或其他打击乐器 准备开始他的演奏 而主人右手边的文士 像左扭着头 像是对着童子手旁的瓷盆里漱口 这预示着宴会已经形成过半 接下来是饮茶轻弹的时间 方桌两侧的其他文士 或闭目养神 或拱手交谈 他们身后的童子 忙着撤换茶盏 一名弯腰 站立的黑衣男子 像是大管家的身份 正在督促撤换茶具的童子 手脚力作点 趁着茶戒的空当 我们可以将焦点放到黑漆方桌上 看看宋人的茶点有多丰富 桌子上有两行六盆盆在装饰 中间错落放着连棚书果 还有许多小碟子 似乎盛放着各式茶点 所有这些将一张方桌摆得满满当当 琳琅满目 每一位文士的前面 都有碗 碟 筷子 杯子 托盘等成套餐具 仔细一数 一共有十套餐具 八个文士 十套餐具 还有两个人到哪去了 循着谈话声望去 原来还有两个文士暂时离开了主桌 在古术和翠竹间站立闲聊 不知道他们在聊些什么 但从他们的站姿和表情来看 可以猜测他们的话题一定很有意思 你看 穿青灰袍子的诗人 把他的登山杖都扛到肩上了 而穿白袍的诗人则 伴依在古术的球之上 右手驴起小胡须 人生的闲事莫过于此 与古术翠竹眼影下的闲事堆谈相比 主桌正前方的茶童们正在忙到飞起 三名茶筒和一名管家围绕着两张小方桌 桌旁和桌上还有碳屋 烧水壶 木桶 煤瓶 茶盏等屋 宋代的茶道 无论是器具还是程序 都在这里得到完整的呈现 最中间的绿衣童子右手吃银池 左手拖着茶盏 这是最典型的点茶动作 另外两名童子 一个负责烧水 一个负责擦拭桌子 连管家也加入帮忙温盏 欲先用热水将茶盏烫热 有意思的是 当别人忙到飞起的时候 最左边的轻衣茶筒却坐在圆凳上 一手断着茶碗 载着品茶 这突兀的一幕 顿时让整幅画有了一种彻底放松和闲暇的感觉 尽管这幅画名为文辉图 表现的是北宋文士聚会的场景 但观看整幅画占据画面主体一大半的其实是风景 除了西书的翠竹 我们可以看到画中一共有三棵枝繁叶茂的古树 中间片上的是一株柳树枝叶分明 画家用极细的线条勾勒 配以柔力的青绿色 线色相容 摇曳生动 柳树下的实际上放着摇琴 香炉 琴谱 琴囊等物 可见燕饮之前 文士们已经在这里进行了十月交流 而两名站立交谈的文士身旁 是缠绕在一起的连礼树 分别为槐树和七叶树 枝干求尽 树叶浓历 树密适当 极其自然 这么和谐 美好 精致的场面 通过宋徽宗召集的画笔 永远地定格下来 而宋徽宗之所以画这幅文慧图 是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住着一个文艺青年 他追求那种不问潮事 且因且谈的理想生活 雇用手中的笔 画下心中所向往 画的上方左右两侧各有一首提诗 右侧一首出自宋徽宗本人 左侧一首赫诗 则出自其宠臣蔡金之手 这幅文慧图是宋徽宗仿唐朝画家 严历本的十八学士图而作 所以蔡金在赫施中强调 可笑当年十八世 金伦谁是出群雄 意思是说唐朝的十八学士 根本没法跟大宋相比 拍马匹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了 总之 君臣二人就这样陶醉在朝廷人才云起 国家繁荣强盛的幻想里 在绘画与书法构建起来的虚拟世界中 沉迷到底 如今 这幅文慧图作为北宋文人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 早已扬名天下 但我更愿意把这幅画当作一则预言 它预示着宋徽宗将怎样在自我麻醉的艺术世界里 走向末路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春日 这是多么惬意的一场雅集 但这一切转眼成空 化为追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